豆腐一般是用黄豆粘末而成的一种豆制品,特别是经常吃素的人肯定是离不开豆腐的,并且营养学家一直推崇豆腐,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。 最特别的是里面含有肉类才有的蛋白质,一般豆制品对女性是非常有益的。 比如像预防更年期,增强免疫力,延缓衰老,防止骨质疏双等方面,豆腐都有良好的表现,还有豆腐不如大豆口感那么硬,吃起来软绵绵的,能做很多其他美味的菜肴。 所以也不受人们欢迎,不过一直有传言说,吃太多豆腐会患上肾结石,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?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析解决这个问题,想要知道豆腐会不会让人体患上肾结石,那就先要了解豆腐是什么做成的。 豆腐的原料肯定是大豆了,而辅佐的料是草酸,让人认为豆腐会引起肾结石的原因就在这个草酸身上。 分析完了豆腐的原料,就咱来看看肾结石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肾结石是因为尿液中含有物质,这些物质结合成了坚硬的结石,并且形成后的块状大小不一,然后堆积在肾脏内,就形成了医学上所说的肾结石。 结石不单只发生在肾脏上,很多部位都有可能出现肾结石,但肾脏是比容易发的部位。 很小的块状是可以随着尿液一起排出体内的,但块状大了的话,就会出现堵塞的状况,过于严重的会刺穿肾脏薄或者身体的其他地方而引起出现。 所以换了肾结石的人会很痛苦,分析完了这两个东西,那就要说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了。 豆腐里确实含有草酸,并且草酸也是造成肾结石出现的主要物质之一。 但这个结论是不可逆的,不是说吃了它就一定会患上肾结石,还要靠含量大不大。 这个含量可是非常的重要,而豆腐里的含量可谓称得上是很细微,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 说豆腐是一种低草酸的食物,还冤枉它了,但来在制作豆腐的过程中,很大一部分的草酸,会随着加工过程流失。 生产完成后豆腐是要浸泡到水里的,浸泡的时候剩余的草酸,也会被水溶解出来。 所以一个流程下来,人们买到了手的豆腐,里面草酸含量已经是极低的了。 还有我们现在在市场上,买到的大多都是食高豆腐,这种豆腐里面的草酸含量更低了。 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豆腐中的漂令物质,高漂令只会存在干大豆中,但是干大豆被制成豆腐或者其他豆制品,漂令含量都会大大的降低。 痛风和肾结石患者也是可以放心食用的。 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,经常吃豆腐肯定不会患上结石病。 如果身体有结石出现,应该是要查其他方面的原因,豆腐里面含有大量的盖,反而会对身体很好,还能预防结石的发生。 你有听信过豆腐会导致结石病的谣言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